Kiss Me Kate Rose 这是一颗两年地栽玫瑰 灌辅有三米宽,1.8米高 去年秋天,有两个枝条长到两米多 枝条又硬又粗,直立挺拔 我强行向两边横拉绑扎 剩下七根枝条长度在1.6米到1.8米之间 没有横拉,直直站立 冬天没有过冬保护,安全度过 记得最冷的一天零下十几度 今年4月,枝条的中部和上部开始冒嫩芽长新叶 与此同时,从根部陆续发出四个新枝 枝条开始是深红色,枝条顶端的叶子也是红色 随着枝条长高,枝条和叶子逐渐变成绿色 5月,有一个枝头发现有芽虫,直接上手粘死 开花后期有几片叶子黑斑扯掉即可 今年春天最先从根部长出的枝条 赶在第一波春花的尾声6月29号开了六朵花 去年春天里,有一次连续六天以上阴雨连绵 一部分花朵因灰霉并打不开 今年春天没有连续下雨超过两天以上 天气给力 这一波春花从6月2号到6月29号一共有116个花苞 完全开放的花,共计85朵 剩下31朵要么花苞太小,开不出来 要么雨水淋湿后打不开 整体的开花率73% 去年秋天横拉的两个长枝条 在多个节点上发出新枝 分别有7到8个分枝 这些二枝分枝,每个枝头结一个花苞 没有横拉的枝条 每个枝条的顶端发出一处 6到7个花苞 每一处里 居中最出镜的花苞最先开 这朵花开败后剪去 剩下的其他花苞 陆陆续续先后开放 所以不论是横拉枝条 还是直立自由生长的枝条 枝条上结的花苞数量是差不多的 区别是横拉枝条上的花 在第一波春花里会同时绽放 直立的枝条上一处花苞 先后开放 第一波花修剪后 最长的两个横拉的两年生的老枝条 越靠近枝条顶端的部分 叶子变黄 一些新枝是芒枝 甚至有些叶子出现了黑斑 于是剪掉枝条的横拉部分 保留直立枝条部分 大约有1.5米高 以待观察 如果继续出现以上的各种情况 将会全部被剪去 6月16号和30号分别修剪了花朵和枝条 整个植株大部分枝条都是直立的 进入7月 在每个枝条顶端 或在发出红色的叶子 或在截花苞 Kiss Me Kate Rose 在两年地灾的时间里 没有生过疾病 顶端截花苞开花的同时 下面根部长出新芽 一边长个子一边开花 生长旺盛 枝条坚硬粗壮 是玫瑰中的美女战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